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手机免费挖矿MSG在昨天中午12时开启了内转TB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可能有很多朋友陆续在钱包里收到了F1代币 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TB没有成功 本期视频我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TB不成功的三个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下面来到手机屏幕 目前打开的是钱包的界面 F1代币已经提币到账 提币不成功 主要有三个原因 作币的原因不包括这三个原因之内 第一个原因是创建了钱包 没有绑定钱包地址 在提币的时候有一个提示 一定要查看一下提币的钱包和屏幕左上角显示的 这个钱包是不是一致 看一下后面的几位就可以了 只是创建了钱包 没有绑定钱包 是不能提币成功的 关于如何保定钱包 有朋友没观看我前面的视频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种情况 朋友们在提币的时候 可能会谈出这个界面 转账异常 此次交易预计会失败 请检查余额 及手续费余额 因为是第一次提币 余额不需要检查 主要原因还是在手续费这里 我在一个账户在提币的时候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个提示 当时我这里的BnB数量是0.0037 我在电报群咨询了客服以后 他给我的答复是BnB的数量太少 然后我就充值到了0.01 充值到0.01个BnB以后 提币马上就成功了 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如果出现刚才的提示 看一下BnB的余额 也就是手续费的余额 我的另外的两个账号 BnB的余额当时的数量也不足0.01 大体在0.005左右 提交提币的时候 也是马上就提交成功了 朋友们如果出现刚才的那个提示 可以增加一下BnB的余额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手机节点的原因 特别是使用科学上网 VPN的用户 节点不同步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首先关掉自己使用的WiFi 尽量的使用数据网络 然后重启一下MSG 来到钱包这一个界面 在屏幕的左上角 这个位置有一个绿色的点 点击一下这个绿色的点 目前有四个推荐节点 建议把节点切换成一个延迟最小的 延迟最小的就是后面在一个数字最低的 点击在一个延迟最低的节点 节点四 这样就切换了节点 同步了节点以后 再次来到提币的界面 就可以提币成功了 另外提醒朋友们 打开钱包在一个界面的时候 如果这个绿色的点闪烁 在闪烁的时候 有红色的点出现 这说明节点不稳定 朋友们也可以点击这里 切换一个比较稳定的节点 在今后免费挖矿 所得到的代币随时可以提现 为了节约手续费 朋友们可以通过这个功能 点击投像 看视频代交手续费 50次视频可代缴提币手续费一次 每日限看5次 当看到50次的视频的时候 就可以减免一次提币的手续费 目前钱包里的FNB 还不能够交易 请朋友们及时关注官方的公告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